跟李明親自報告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洪建議 首度對外證實將參加黨內初選 爭取出戰嵩山新議區立委選舉 嵩山新議區先任立委 是四連霸的國民黨費鴻泰 兩千零八年費鴻泰得票率六成五 民進黨候選人僅三成一 二零二零年民進黨許淑華 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三 已經是歷年最佳 這裡無疑是綠營艱困選區 但民進黨拍板上屆綠營立委參選得票率 未超過百分之四十二點五 才列入艱困選區 話說得酸溜溜 因為上次努力奮戰 反倒這次要進行黨內初選 但挑戰者呼籲換人試試看 因為上一屆已經禮浪了 我們同黨的同志 那這一屆他們建議我不要再禮浪了 換個人挑戰看看 有哪些人想要出來爭取 這個初選我們都允許尊重 不只現任立委要更上一層樓 北市黨部主委張茂南也被抱有意參選 就連基層民眾都有勸勁聲音 但傳出他競選主委前承諾過不參選立委 如今似乎起心動念 民進黨家在三月二十號到二十四號 林表登記立委出選 四月二十四號到五月十二號出選 十七號公告立委名單 從西景區預料綠營內部將會掀起極戰 三間西部電話最初 申請 跟大家 承諾 但是 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